中非关系恶化之后,中国投资的62亿铁路项目遭到废弃 菲律宾想找人接盘,结果找到的竟然是曾经在铁路项目上把印度和越南坑德哭爹喊娘的日本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 在小马克思和中国彻底翻脸之前,中国曾经将菲律宾作为一带一路的重点国家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价值500亿菲律宾比索约和人民币62亿元的苏比克克拉克货运铁路项目 根据规划,该铁路将会在菲律宾核心区域旅送到中部地区进行建设 由中国方面进行长期投资并进行修建 修建后,中国将会抽取其中少量印费用作为报酬直到回本 对菲律宾来说,这是一个有百亿而无一害的项目 该项目建成之后,菲律宾旅送到的两个最大交通枢纽 苏比克湾自由港区与克拉克国际机场将会联通 并且与菲律宾北线铁路相连接 苏比克、克拉克、马尼拉和巴达燕这四个岛上城市将会联为一体 只不过这个项目在先期准备工作完成的时候刚好赶上了菲律宾大选 中国之前对外进行援助的时候被坑了好几次,多多少少也被坑怕了 所以在确定小马克思的政治倾向之前,我国就暂停了对该项目的推进 中国这边的投资商和官方部门都在进行观望 事实证明我国进行观望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小马克思上台之后,他第一时间就和中国进行了决类 并投向了美国阵营 在这个铁路项目上,美国表示只要菲律宾愿意加入他们 美国将会在五到十年内给菲律宾提供一千亿美元的援助 并且中国这边后续没有推进的铁路项目他们也会负责完成 只能说中国这边的观望是非常正确的 前期准备工作的钱其实是菲律宾掏的 也就是说我国的62亿人民币还没到菲律宾账上 所以这时候走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损失 日经亚洲新闻引述菲律宾政府方面的说法称 中国政府放弃了对包括苏比克克拉克在内的三个铁路项目的资助 只能说中国被外国政客的无耻行为挖出来了新眼子 并且真的有用上这些新眼子的一天 反倒是菲律宾我觉得这帮人也挺可笑的 美国人找狗多少是要花钱的 还有些国家的选择是吃了中国的好处之后再选择跳反 结果菲律宾这边呢 中国的钱还没入账 美国那边只是画了一张五年后给钱的大笔了 这菲律宾就真傻傻乎乎的去吃了 只能说就算是美国的狗 混成这种一分钱没拿还得帮人赚吆喝的地步 那也是够丢人的 那当然在这件事情之后呢 菲律宾一直呼吁美国赶紧兑现帮助他们建设铁路的协议 但是当初美国人给你菲律宾画了那么多的大饼 那是为了让菲律宾倒向美国 或者至少在中美之间选择中立 现在菲律宾不仅倒向了美国 还一脚给中国揣了 哎拜托 美国的战略目标都超额完成了 凭什么给你钱 凭什么帮你修铁路 但是吧说出去的话 哎你又不能不办 所以美国召开了一场美日飞三方会议 打算让日本去帮菲律宾修铁路 让日本修铁路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时候 中国准备投资越南铁路 然后越南因为种种原因拒绝了中国的投资 转而让日本帮忙修铁路 然后日本2005年拿了越南的钱之后 整整19年寸土未冬 一点没修单纯就是拿了越南的钱 然后走人了 原计划2014年铁路就应该开始动工 却变成了这个样子 越南政府因为这件事情呢 多次找日本政府抗议 但是日本政府完全不管 然后就是印度想要修建一条 连通第二大城市 梦买到第六大城市艾哈迈达巴德的高铁 甚至为此准备了190亿美元 当然全世界高铁技术最好的国家就是中国和印度 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让中国帮忙给他们修建高铁 所以这帮小天才找的是谁呢 没错 还是日本 这次日本倒是动工了 但是五年只修了十公里铁路 一直以来只有印度人开杀猪盘坑其他国家 结果没想到在遇上日本奸商之后 印度人才知道什么叫做一山更便宜一山高啊 现在菲律宾在美国的劝说下 打算把自己的铁路项目交给日本去做 那我就只能祝福了 甚至我觉得日本奸商和菲律宾骗子 这都是组合还是挺合适的 那希望菲律宾能喜欢日本人帮他们修的铁路